我們從去年底就知道有這個經典賽的部分 然後像是身材管理啊 對 就是要節制啊 去健訓練啊 去健身房健身 然後保養臉部啊 讓大家看到我們做法隊的啦 對 非常漂亮 然後還有 當然還有那個應援曲的記憶 對 要練習 沒錯 連做夢的時候都要跟著急這樣 對 很可怕 然後我們是我們自己練 練完之後我們還要所有的人一起團練這樣子 那這次我們也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大家一起的開場舞 那就觀眾敬請期待囉 我覺得差別最多的就是 因為以往我們都是幫自己隊加油 但現在是大家團結一心幫中華隊加油 這是最大的差別 那上次我會收到很多私訊像來自於 可能其他隊像兄弟啊 或者是統一的球迷也會跟我講說 所以這次也要為了經典賽加油 就覺得有一種全台灣團結一心的感覺 就滿感動的 最具有挑戰性最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可能就是 應援曲一次要記很多 對 但這個必須要克服 這就是我們的實力 任務 我們的使命 對 我們的任務在這裡 對 我其實最欣賞的是張玉成 對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很穩定輸出的 對我來說就是很穩定輸出的一個選手 然後也很 就是 不會有大其大落的那種狀態 對 然後很期待他在中華隊的表現這樣 好 那我是最期待我們家的江少慶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自律的選手 那我希望他這一次就是 穩穩的打相信一定就可以幫中華隊拿下好成績 嗯 最期待 這四場嗎 對 那我先想 除了這四場我最期待就是 帶我們去日本的那一場 希望我們日本見 那丹丹呢 我比較期待是對古巴的部分 對 因為像 前面我們漢將隊古巴的時候是贏的嘛 嗯 那 但是也聽說古巴隊他們不是完整的一個隊伍 就是還有一些球員還沒有到 比如說保留 對 不知道真正實力在哪裡 所以有一點期待這樣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精品經典女孩 我是丹丹 我是秋子 讓我們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對 其實今天在打線上有完全的串臉 在每一局都有把握住有得分的機會 甚至都有得分 這是一個很目前狀況比較好的地方 那今天的投手確實有點比較不理想 那全場多達七個保送 所以外加被安打後 有大量失分的狀態 那我們會盡快 還有兩天的時間趕快去調整 好 那因為這裡是東華隊第一次來到整球後的週期球場 來做一個實戰的比賽 那你有對於場地還是整個球場的感覺 有什麼不一樣 嗯 球場 相當平整啊 那台中 最大的就是他的風勢啊 那其實在台中球場是大家選手蠻有經驗的 那 就 明天的還有一場球賽 在 利用明天的賽事裡面去做調整 所以 先介紹一下 都勝賽啦 所以 這個問題都 他自己都會知道 那我們絕對會相信他 有辦法在 正式的比賽當中 拿出最好的成績 這一次 後面追著 什麼 一週五 這是 最新的 相